他们与大山相守 与寂寞为伴 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 不可能说是天天走不到家 他们守护山林 守望平安 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执着 他们又在大山里收获了哪些幸福 我们的幸福感也是不由而生 第一个必须援助 第二个不能让父亲收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大山里的守望者 各位好 这一到春天 大家伙都愿意出去走走 趁着这大好春光 拥抱青山绿水 作为游客在山里待个三五天 那是一种放松 但是作为一份工作 在大山里长年累月地寻山护林 可就不是一种惬意的享受了 今天我们讲劳动者的故事 就从这样一对父子两代护林员开始说起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了院子里 伴着鸟鸟鸟 陈希庆已经做好了早饭 吃过饭 陈希庆带着他的三件宝贝走出了家门 陈希庆是一名护林员 每天寻山护树就是他的工作 成片的易阳 乌丘等林木 覆盖在这片一千多亩的林木组成的林海上 这座山位于江苏省宜仲市岳塘大营村 此山不高 但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峨眉山 与著名的四川峨眉山同名 山上种的都是齐刷刷的林木 陈希庆是当地林业部门的护林员 也是本村村民 方圆一千多亩的山林都要靠他看护 他要时时刻刻防火防盗 防羊啃 树也盖了 从这个死掉以后 特别引导的防火跌 第二 防刺 不能倒是看 不能眼睛起 他的树皮是铁的 眼会啃 一啃就死掉了 之前也发现病状态 病状态 已经发现病状态 动了一个接着一些林丹汇报 每逢清明等节假日 是护林员最忙碌和紧张的日子 几乎要天天待在山上 他不是清明老婆心 在山上烧金花纸 我们林丹发了一个扫帚 扫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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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那个气氛粉变 一个糊出了 烧心的话就能走掉了 把他打掉 走进林中 陈希庆看到村民祭奠后 留下来的物品 赶紧清理 陈希庆带着铁锹走走看看 看到刚栽不久的小树 有些倾斜 陈希庆就用随身携带的铁锹 把树木扶正 这些都是陈希庆 每天的日常工作 每天走上十几公里 陈希庆已经习以为常 护林员辛苦 自不必说 刚干护林员时 每年的工资是1800元 现在刚刚提升到 每年3000元 工资低 辛苦 责任大 村民一般都不愿意干这个活 我们不谈工资 我们谈工资的时候 这私人就不能做 只能去到父亲就办了 不知道不够地把私人无人 不能 说取利金你干 明明不干了 我们干了这么多年度 我们这种干 陈希庆当上护林员 是受父亲的影响 父亲是村里的生产队长 也是一名老护林员 陈希庆对这片山林的感情 是从他小时候 陪着父亲寻山开始的 从小跟那山人寻山 他宅说不吵 我在想逃马去 逃不逃了我 那时个 我问解了 为什么这样走 但是我 对我们人 我给他愉悦 说起陈希庆的父亲陈永桃 村子里的人个个都很佩服他 陈永桃做了三十多年的护林员 认真负责 对偷树的人不管是谁 绝不姑息 说父亲的秘密 在想搞了四叔 讲个小故 我老子可以发现了一个 具体不能高 他是一笔的看上很负责人 他是不讲起名 他父亲叫陈永桃 是一个老护林员 是一个老队长 但是这护林共同 非常艰苦 因为林比较大 路也不好走 因为护树不留情面 陈永桃得罪了不少村民 也让老伴担惊受怕 有一次人头说 有一次地呢 那边山 那个庄子 那边一路 他一个人跟后面 我那个人大了怎么办呢 陈永桃的老伴介绍 陈永桃平时脾气挺好的 但是抓到偷树砍树的人 他就不管不顾了 不砍树皮气挺好的 砍树不行 砍树不行 下一步 他把下一步都在山上转 他不转那山树都跟人高了了 偷了了 陈永桃坐护林员时 几乎没出过远门 因为他一天也离不开这座山林 陈希庆接班后 八十多岁的陈永桃 去了一趟北京 这是当时孙子给他拍的照片 陈永桃坐护林员时 陈永桃三十多年 一直护树寻山到八十一岁 年纪大了 可是又放心不下这片山林 陈永桃就把在外打工的儿子 陈希庆叫回了家 让他紫成副业 继续寻山护树 做一名护林员 让父亲几个事情必须援助 第一个必须援助 第二个陈希庆信任我 不能让父亲死亡 为了看护山林 陈永桃 陈希庆父子 倾注了无数的心血 从栽树到管理 两代人士亲力亲为 尽管细心谨慎 但仍有很多难以预料的意外发生 像偷树啊 火灾啊 暴雨啊 这些经历都曾经让他们是痛心疾首 但是事后 面对被毁坏的树木 他们还是默默地弯下腰 再一查一查地接着种 在陈佳仁看来 这些树就像是他们自己的孩子 他们是父亲 要做山林的守护神 四十多年间 这对父子走过的山路 超过了七万多公里 相当于绕地球一圈半 共同的追求 让两代人前仆后继 一往无前 每年春天 大山吐出新绿 万物迸发升级 人们在鸟语花香中拥抱自然 此时 陈希庆是倍感欣慰 就像蒸汽的儿女 有了好成绩一样 那滋味是美在了心坎里 他们与大山相守 与寂寞为伴 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 不可能说天天走不到家 他们守护山林 守望品安 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执着 他们又在大山里收获了 哪些幸福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大山里的守望者 零点刚过 当人们已经进入甜蜜梦乡的时候 从石家庄到太原的铁路线上 一个叫坡头的小站里 工长康和平和他的同事们 已经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了 康和平所说的天窗 是铁路系统在列车暂停行驶时 专为铁路检修而控除的时间 这天指挥部给康和平他们的任务是 在凌晨一点到三点 这段天窗时间内完成300米铁轨的改道 504块胶垫的更换工作 杨禄工虽然拿着一堆铁疙瘩 干的可是细致的技巧活 为了让起伏不平的两条钢轨保持平衡 他们需要在轨道下垫上 专用电板来调节高度 这都是按照毫米计算的 它承载的列车是成千上万东 每天的碾压 所以我们养护起来 必须用毫米来计算 要精确到毫米 这样才能够保证 成千上万东列车的安全通过 和旅客人身安全 四月的北方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但凌晨时分的铁路线上 依然寒风刺骨 鸡丽是康和平的妻子 也是坡头站养入宫中唯一的女性 她在这里的职位是防护员 她要监控列车 保证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 当列车来的时候 她必须提前通知作业人员下到B车 石家庄到太原的这条铁路线 是一条历史悠久的百年老线 穿行在大山之间 钢轨侧膜严重 更换极为频繁 这都要靠养路工细心观察检测 及时进行维修 康和平他们所在的坡头站 是禁煤外运的主要通道出口 因此他们的工作任务就格外繁重 包括两股钢轨它组成 有路级 石渣 硅枕 钢轨 包括钢轨上的每个小道 一个林匹店一个螺丝店一样 说说日子长了 它也就和我们孩子一样 今天它缺少了男孩 我们都要去补修一下 除了在规定的天窗时间内 完成维修任务 康和平他们还要负责 巡查断内15公里的线路 和六组倒叉 每天如此风雨无阻 而这样的工作 他们已经进行了20多年 如今 凭着经验 康和平用肉眼 就能迅速判断出 铁轨的问题所在 经过咱们牧车 包括咱用轨机尺 测量水平以后 这个街头现在空低 摊低 现在高低有12个 所以说下部 咱就得进行捣鼓作业 为了保证铁路运行的顺畅平安 养路工必须24小时 坚守在铁道线上 只要有险情 他们就要在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进行紧急处理 保证铁路的安全畅通 2014年的一天 康和平在例行检查时发现 山上的一块石头掉到了铁轨上 火车行驶过来 将会造成重大的事故 当时把这个挡墙全部撞烂以后 这个新因子就是当时又砌起来的挡墙 掉下来撞烂挡墙 把站台撞坏以后 直接掉到了山道 因为康和平他们及时发现了隐患 并且拦截住了火车 一场灾难就此避免了 在过去的20多年间 处置类似于这样的突发险情 康和平已经不记得有多少起了 但他们从来没有因为漏检漏修 而导致安全问题的发生 每天看到这一列列列车 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 能够安全使出我们太原局的时候 也是我们在作为 我们太原局的一个东大门 我们的幸福感也是不由而生 坡头站地处大山深处 附近没有村落 在这里除了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 还要忍受远离家人的孤独和寂寞 在过去的20多年间 身边的工友换了一茬又一茬 只有康和平两口子 一直坚守在这里 其实他们的家 就在位于坡头村外20公里的地方 但从结婚以来 他们俩就一直生活在这个小站上 很少回家 他们的儿子已经22岁了 但一家三口 至今没有拍过一张合影 我们离家远了 也不能平时在家也少 基本上离家远了 就往替换我们 让我们能和家里们过个节 为了能让工友们 在春节回家过个好年 在过去的20多年间 每一年的春节 康和平都会选择自己留下来值班 是 因为我父亲他们 包括我丈人他们都是铁路退休的 他们所从事的也是铁路行业 所以从小他们有一种灌输 他们也能理解我们当子女的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兴趣 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说是天天照顾到家 作为这个小站十几名工人中唯一的女性 除了每天的日常工作 激励还要负责站上的生活琐事 但她每天都做得很愉快 她说因为这里的每一条铁轨上 都留下了她和丈夫的脚印 都留下过他们洒下的汗水 像康和平 吉利夫妇这样 在天原小站工区 一守这么多年 他们舍小家 雇大家 坚守 奉献 尽职 在我们团还有很多 也正是由于他们确保了铁路的运输安全 康和平和吉利这两口子 在大山里的小站上 相守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二十多年来 夫妻俩累计养护铁路 达十一万多公里 没有因为工作失误 发生过一起事故 他们用自己在大山深处 在严寒库鼠中的坚守 诠释了最美养路工的价值与担当 如今 吉利因为退休 离开了工作岗位 但他还时不时还会回到小站 陪着丈夫做点工作 作为大山里的夫妻港 小站就是这两口子的家 他们建立这样一个家 就是想让平安之路通万家 以后咱们坐在舒适的车厢里 享受旅途的愉快的时候 请别忘记 车窗外那一闪而过的 除了美丽的风景 还有很多像康和平和吉利 这样的仰路工人 他们让那些美丽更长久 让长久的美丽变永恒 我是徐俊 您见